单日新增病例连四天创新高 其中21人属于境外移入 其中4人属于新前土耳其旅行团群聚 另外2人属于本土感染 1人是埃及团的家人 另外1人感染源不明 11个在机场就拦下来 那有5个居家隔离的对象 那有一个是居家检疫 3个其实它都是非常的封闭的行程 那都一天里面 就都已经到医院里面去 但是另外3例指挥中心坦言风险比较高 1人是法国籍从入境到就医相隔4天 过程中在台北市旅游趴趴走 另外1人台湾籍女性 3月初到印尼巴厘岛 过程中喉咙肿痛 但入境台湾时没有症状 相隔4天才就医 另外1名20多岁南部女性本土感染 两度诊所就医 没有旅游史感染源不明 案子真的很多 23例的案例和对她的正确性 刚才就往来是 医院里面第一线工作 我们个案的快速大量增加 当然增加很大很大的工作的复合 防护装备 穿脱都是很麻烦的 尽管指挥中心强调民众只需要 多注重个人卫生 但台湾面临病例数激增 本土案例感染源不明 就怕围堵不及 引爆更多疫情危机 台湾新闻 杨韵琪 邓颖中台北报道 今天除了关闭封锁边境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之外